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那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来定义我们属性的一个特性 在之前我们讲过我们的属性特性 当你上面一个属性 每个属性都有几个特性 来看一下 在这块给大家已经列出来了 我们的属性特性像我们的属性的这儿 是否可写的,是否可枚矩的 包括是否可配置的 包括属性的值 那接着我们如何来定义这个属性的特性呢 其实就可以通过我们object中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在这儿 在我们的object中有一个 befin properties 它是给对象添加或者来修改一个属性 并指定我们这个属性的一个配置 那可以看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首先它的语法object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定义的对象 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定义或修改的属性的名字 你可以来创建或者说添加属性 也可以来修改指定的属性 那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属性的定义或修改的属性的描述 接着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接着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描述 看到这个函数描述比较多 我们不要把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方法呢 是允许精确 添加或修改对象的属性 正常的属性添加呢 像我们可以通过对象点属性名 来添加属性 那这个正常属性添加 可以通过复值来创建 并显示在我们的属性的枚举中 像我们通过for in 循环或者说object.case 这样的方法 来得到我们的属性的一个 返回的这样一个属性列表输足 那这种方式添加的属性值呢 可能被改变 也可能被删除 对我们可以来修改这个属性的值 也可以来删除这个属性的值 那有了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精确的来控制某个属性 是否可以被改变 包括是否可以被删除 就通过它 通过第三个descriptor 来设定我们这个属性的一个描述 接着再往下 我们对象里目前存在的属性描述 有两种形式 我们刚才也说过 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据描述 一个就是我们的存取器描述 那数据描述呢 是一个拥有可写 或者说不可写 这样的值的一个属性 那存取 存储器描述呢 是由我们的一对get or set函数 功能来描述我们的属性 这个描述属性呢 必须是两种形式之一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数据描述和存取描述 都可以具有以下的可选件值 来看一下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可写 可枚举 可配置 包括我们属性的值 那这几个 当你没有指定的话 默认的都是处 它们的默认值都是处 如果说这个对象 writable 对象的这个属性writable 是处 所以说就可以来改变 处 当即仅当 可能用复制运算符 改变 与属性相关的值 这个呢 默认是false 默认是false 是否可以 可写 接着再往下 innurable 如果处的话 是当即仅当 属性出现在相应的 对象的 每一句属性中 默认也是false 这是你通过它来创建的时候 通过我们这个 define property 来创建我们这个属性的时候 它们的默认值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下面这个要分清啊 给大家说一下 这几个 当你通过 直接 对象直接量 或者说动态添加属性的时候 它们几个的默认值都是处 这三个的默认值都是处 而我们通过 object define property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指定 这几个属性 它们的默认值是false 来看一下 像我们的可写是false 包括 我们的可配 可美举也是false 接着 configurable 代表的是可 配置 也是false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 说了这么多 如何来使用这个 得翻property 来定义 那一个例子 可以很好的 来展现给大家 如何 自定义 或者说 指定我们属性的这些特性 property 第五个 首先我们可以来定义一个简单对象 AR OBJ 等于一个 通过对象字面量的形式 那这样创建了一个空对象 那现在呢 你可以像这个对象中 是不是来添加属性 0.x等1 OBJ 0.y 0.2 这是直接来添加的 那现在 这几个 这两个属性 它的可写 可美举 可配置 都是处 所以说你也可以 来修改这个对象的值 你看我们可以来 写成一个 OBJ 0.x 等一个 123 OBJ 0.y 等一个 456 4566 都可以 接着你来得到一下 它们的值 OBJ 0.x 再得到一下 OBJ 0.y 代表 这个属性 是可写的 我们可以来修改 可配置的 来看下一个 得到的 一个是 123 一个是4566 接着我们也可以通过 FullIn或者Case 来列举出 这个对象中的属性 Full VIP InOBJ Consul.log一下 P 你可以得到 有这么几个 XOY 包括可以通过Case Consul.log OBJ.Case 我们的这个 OBJ Object.Case 也可以得到 XY 或者通过我们上几课学到的 得到自由属性的一个 名字 Object.hys Own Hys Property Name 通过的是 这个几乎 GetOwn PropertyNames 也可以得到 OBJ 好 XY 那接着看一下 我们同样的再来创建一个对象 我们同样的再来创建一个对象 我们把它注掉一下 还拿这个OBJ这样一个空对象 可以通过谁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Object 里边的这个Define Property 来定义我们的对象 它的第一个三数 你要定义哪个对象 定义OBJ 第二个三数你要定义哪个属性 假如我们定义一个X属性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描述 当然呢你可以写到一行 也可以写到多行 描述中 最简单的 你可以来写一下 我们这个属性的值 你可以直接写个Value 它的值多少呢 写成一个12 你现在看 值写了这样一个值 在我们的这个描述位置上 我们分为这两部分 数据描述和存取器描述 刚才也看到了 这几个 它们都可以有 这个Value Configurable 包括Inurable Retable 当你没有指定这三个的时候 默认的它们都是False False是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首先 你先来得到一下这个值 OBJ Consult .log OBJ 点上一个X 添加了这样一个属性 那接着我们来得到一下 应该是 21号 Value 12 是逗号 不是分号啊 一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不加这个逗号了 得到了这个12 那现在我想修改一下 这个X是否可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我们之前的形式 OBJ.X 等于一个456 这时候你再打印一下 看一下 是否修改成功了 来 好像值没有变哦 对吧 是否还是12啊 证明可以修改吗 不可以 那接着再看一下 我想看一下 这个对象中的属性有哪些 我们通过False In False P In OBJ 接着 Consult .log 一下 对象中的属性 拼上一个P 再拼上一个 换行 这时候我们再看 好像没有用 对吧 有这个属性吗 但我们确实看到了 是不是有一个X属性 但是这个属性 现在可没举吗 不可没举 也就没有得出来 或者说你再试验一下 Object.case .log object.case 写成一个OBJ 看一下是否通过它能可以 有吗 有到的是一个什么呀 反或者是一个空数组 空数组 方过号代表我们的数组 之后我们也会学到 接着或者你再试验一下 .log object.dat on property names 那现在你再看一下 报了一个什么呀 对 type error can not convert undefended all not to object 是不是没有得到呀 确实也没有 报了这样一个 类型错误 没问题 那接着你再看 我们再来定义一个 当你直接写 一个值的时候 值起来的一个值 默认的这个 innurable configurable writable writable 是不是都是false呀 对 是一样的 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呢 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也说了 writable 代表的是 是否可以来改变 这个对象的值 也就是代表 是否可写 那innurable呢 代表的是 这个属性 是否可以每举出来 那configurable呢 代表的是 这个属性 是否可配置 是否可配置 那我们来试验一下 再来添加一个属性 object 可写 可写的话 可写的话就代表 是否可修改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另外两个 如果没有写的话 默认是false 你写到这也是一样的 写成一个 innurable enu mer abre 是否可配置 是否可每举 包括 包括我们的configurable 也是false 是否可配置 来看 又定了一个y 那接着我们先得到一下 这个y的值 consul .log 一下 obj.y 先来得到它的值 可以得到 是56 接着我想修改一下 这个y的值 写成一个obj.y 等一个 777 这时候你再来打印一下 它的值 看一下是否可修改 那你看到 我们这个writeable 它的值是什么呀 处代表可写的 那证明可以修改 如果可以修改的话 得到的 就是改完之后的这个值 777 这样的效果 那再往下看 再看一下 innurable 现在是false 代表可每举嘛 对 不可每举 那不可每举的话 你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for p inobj consul 点log一下p 可以看到这个y吗 同样的 也不可以看到 你看什么也没有 那如果说你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呀 处的话 这时候是否可每举了 可以每举 可每举的话就代表 我们通过for in 便利这个对象属性的时候 可以得到这个属性 看到了这个y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通过我们的case 也可以 object obj 也可以得到 来看一下 得到这个y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通过谁呢 通过get all property names 也可以得到 object get all property names obj 也可以得到 来看 xy 这两项 xy 好 这是我们这个y 你把它变成了什么呀 变成了一个可 每举的 是否可每举 刚才我们设定了obj 它是得到我们这个属性 并且是可每举的 才可以 那接着你看一下 如果把它变成不可每举的 这时候 你看它得到的 还有这个y了吗 来我们把之前的先住掉 不要让它影响啊 把上面的也住掉 好 你看 只有x和y 第44号 x和y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得到自由的属性 通过谁呢 得到自由的属性的名字 通过那个a字 neural property is inurable 来判断一下 是否是 可每举的 如果不可每举的 是得不到的 这个是可以啊 得到所有的这个属性名字 得到所有的属性名字 这个要搞清楚啊 这个刚才说的有问题 不是说它是false的话 就可以得不出来了 它是得到所有的 自由属性的名字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个呢 是 来看一下 case 小心 你看到 得到的是一个 空的输出 如果不可每举的 它返回的就是空的输出 如果把它变成处 那代表的是可每举的 就会返回我们的y 这一点要搞清楚 刚才说 说错了啊 同学们这一块需要注意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再看 什么叫 是否可配置呢 来看一下 可配置 我们刚才也说了 在这儿 可配置呢 当且如果这属性是处的话 这个属性可能会改变 也可能会被从相应的对象删除 默认是false 代表的是 不可以删除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写一个 object set.defineproperty obj 写上一个z 再往下 来设定一下 它的值 value写上一个 list is a test 接着 writable true 可写 接着 innurable 也是可以的 再来configurable 也是处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来得到一下这个值 obj.z 得到之后 我们来修改一下 obj.z 等于一个hello 接着 我们再来得到一下 看是否修改成功 obj.z 这都可以 好 那现在再看 如果此时候 把它变成false 我再来删除一下 这个属性 obj.z 再console.log一下 obj.z 看一下属性 是否删除成功了 那这个可配置的 我们把它变成false了 接着你看一下 是否可以删除成功 删除成功了 有到的属性值 是不是还hello 证明没有成功 那接着如果把它改成true的话 代表可配置的 这时候你再看 删掉了 得到的是undefended 如果可配置的话 这时候这个属性 我们又可以什么呀 删除了 得到了是一个undefended 如果不可配置的话 这时候就不可以了 就不能删除 这是可配置这一个项的作用 那接着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再来写一个 它现在是可配置 我们再来一个 很清楚 object.define property obj写上一个k 接着来指定一下它的值 value写上一个1 retable retable 写上一个true 是一个false 不能就干 接着再写一个 conferable innurable 也是false conferable 把它变成一个true 那这时候来看一下 这三项 没有写错 这三项中 前两项为true了 它为false 前两项为false了 它为true 这时候我们来修改一下 点k 等于一个3 先来得到一下它的值 obj 点k 接着再修改一下 再得到一下 看是否会修改 好 来试验一下 1还是1 证明可以修改吗 不可以修改 那现在我想让这个属性变成可以修改的 那首先我们可以还是通过它 object 点define property obj 接着 k这个属性 修改一下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属性的一个特性 描述 把它的readable 变成 处 来看一下 把它变成处之后 是否可以 console obj 点k 等于一个5 接着 console log obj 点k 这个属性已经有了 那当你这样再写的时候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修改 那这时候你再看 有到的是几样 5 因为之前是可配置的 所以说你可以通过可配置 把这个readable再配置成处 再改成处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修改完之后 变成了5 那现在再看 如果说它也是false 回过头看好了 这个k的属性 这三个都是false 这时候你说我想把它改成处 我把它这个再改成处 enewable 或者只改这一项改成处 你看一下是否可以 首先这个对象 这个属性是不可配置的 接着你说再通过object 第二 define property 来修改一下这个属性的特性 看一下是否可以成功 来看 哎 报了一个错误 cannot redefine property k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k属性 是不可以配置的 这也是这个可配置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说你看到区别了 如果它是处的话 我可以把它改成处 或者false 我可以把它改成处 或者是false 但如果它是false的话 就不可以来配置这几个属性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你看到 这是我们conferable的一个作用 这样的效果 不可以来改了 那接着再看 我们想看一下 这个k属性 是否是可没举的 你可以通过console logobj 第2上 object obj 第2上一个 property is ignurable 检测哪个属性呢 k属性 k属性是否可没举 不可没举 所以说得到的是 我们把这个先改了 这块报错了 先除掉 是否可没举 不可没举 那如果你把它改掉 你看好了 我们通过它 把它变成处 接着我们再把它改了 变成可没举的 这时候再返回的值 你看一下 就是处了 代表可没举 这样的效果 那conferable呢 就代表的是 这个属性 是否可以删除 包括可以来修改 是否可写呀 可没举呀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这个 三个特性 三个特性 可写 可没举 可配置 可配置 好 有了这几个之后 我们再往下来看 还有两个 什么呀 我们的存取器描述 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个例子 property 第六个 还是写一个空对象 对啊 obj 等一个 发口号 空对象 这时候我们通过object 第二 define property obj 定一个x 接着来设定一下 在这儿你看一下 我们可以来写一个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一下 想设定一下这个值 现在这个x是没有 没有值啊 对吧 当我们想得到这个x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写个get 接着空格 记住 空格function return一个值 我们return一个 123 那现在你看这个x有值吗 没有 那当我们调用通过 obj drx的时候 这时候当你想得到这个属性值的时候 会自动的来调用我们的get函数 get函数 得到的值就是我们的123 来看一下 第六个例子 123 这样的效果 这就相当于什么了 对 相当于我们是不是 设置了 当你得到这个值的时候 是不是就得到了这个123呀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这个呢 我们之后也会说 这是我们的存取器 叫得到 包括设置 等下节课我们再来说这些 不要一节课讲太多 那这节课呢 主要你先把这个define property 我们这三大特性 可写 可枚举 包括可配置 这三块 先搞清楚 等下节课呢 我们再接着这个来跟大家说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